哈喽我是阿八卦的分析点桃子 呃可能是因为没有本人出镜吧 总是被说是影响好 但是必须要解释一下哈 做看脸分析栏目 因为确实要在短时间内将脸部的情况 还有变化情况介绍清楚 所以画面必须要明确 并且相对来说 现在的这个形式 也更能够集中大家的注意力 去观察和理解孩子所说的这些内容 不过桃子自己也在检讨 难道是时候露个面吗 想看桃子露脸的 请在弹幕里扣一 好了话不多说 来讲讲今天的女主角西梦瑶 从高级点的模特转变成为了少女风的韩明太太 除了好奇她最终能够分到多少家产 很多人对于她的颜值变化也十分好奇 而桃子发现之所以她的改变如此受关注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是拥有同样面部问题的女孩非常多 那桃子今天就以席梦瑶为例 和大家讲讲 高纯鼓的女朋友的变米思路 以及面部脂肪填充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有些人填充后年轻了10岁 而有些人却肿胀加上眼前脸大 席梦瑶以前是典型的超磨脸 全体突出 面中部和眼窝有非常明显的凹陷 一般来说正面不全宫突出明显的人 常常在视觉上还伴随着太阳穴凹陷的问题 这类脸型的存在感非常强 虽然很有辨识度 但是看起来略凶 常常显得非常的强硬 不过国外的修长大佬们真的很喜欢这种身美 很多模特也会刻意通过化妆来突出全国的部分 因为在欧美的身美里 这种脸型会显得非常的性感 但是这种脸型却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妆容和气场 大约好就是霸道总裁 驾驭不了就是苦情性女主角 并且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皮肤松弛状态不好 这种脸型还会看起来格外的茶脆显老 所以所谓的高级脸 她的高度真的是常人很难达到的 而对于习梦瑶来说 她是完全驾驭得了这个脸型的 为什么还是想要改变呢 有些人说她是为了嫁入豪门 也有人说她是为了走进内地娱乐圈 最大众的审美 但是在桃子看来 她的变化未必是抱有这么大的企图心 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她自己的一个个人审美 其实看过她综艺的人都知道 她瞪眼绝嘴卖萌的表情很多 并且完全没有高冷超模那种酷酷的感觉 而且习梦瑶的idol就是少女风代表的石渊梨美 可以看出来她本人是非常向往傻白填饰的少女风格的 所以习梦瑶的改变更多只是因为 尊横的脸型不支持她的审美 那现在分析一下习梦瑶原生五官 化开脸型其实她的五官是很有甜美风底子的 比如她的眼睛很圆 鼻梁不高 鼻头也不阴勾 比较小巧 嘴唇丰厚 还有一些小小的微笑唇的感觉 天生就是顿角很多的幼齿风格 所以当她在五官不变的情况下 只是修饰了脸型 就会显得甜美智能很多 对比习梦瑶前后照片可以明显看穿 她的脸型线条变得流畅饱满 曾经太阳穴和脸颊凹陷的地方都没有了 很明显是做了全脸的脂肪填充 填充了太阳穴还有脸颊后 减少了太阳穴和全宫的高度差 从而柔化了面部的线条 但是常规意义上 会认为填充太阳穴是以全宫最宽点为基准 补充脸部的面积 以达到修饰线条的效果 那么看起来脸就应该会比以前更宽 但是为什么习梦瑶在脸部填充之后 看起来并没有增加宽度 反而依旧小巧 因此就有一种说法是 她不光是做了面部填充 还做了全宫内推 这其实就是大众对于填充的误解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填充的原理 先来看一下这三个图形 你觉得哪一个看起来是最宽的 哪一个看起来最高 请在弹幕里刷出你的答案 相信大部分人看起来都会觉得 A图高度最高 宽度最窄 B图的高度次高 宽度也是次宽的 C图的高度最短 宽度最宽 但其实这六条线是等长的 因为摆放的位置不同 才造成了错误的视觉效果 而面部填充正是根据上述原理 将面部最宽的C图 通过填充转变成A图的T字形效果 并且手动测量 习梦瑶眼眶下缘这一点 到全宫最宽边缘处的距离 其实并没有变化 所以可以确定 习梦瑶确实只是通过 自体脂肪填充就拥有了少女脸 但是不是所有人的颧骨突出 都能通过自体脂肪填充来解决 看能自己到底适合做 填充还是颧骨内推的手术 主要还是要看 全宫 太阳穴 还有聂骨之间的关系 那首先你就得找到 太阳穴 聂骨 还有全宫的地方 用力按压自己的太阳穴区域 会明显发现这个区域 有一个最低点 每个人的情况都会不一样 但是基本都是会在 颜尾和发际线 颜线的中线位置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太阳穴点 我们把它称为A点 再来找涅部的地方 涅部一般是在眉毛还有颜尾 延长线的中点 耳朵正上方的位置 我们把它先称为B点 最后就是全宫的位置 从正面观察中面部最宽的点 我们把这个点就称之为C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明确一下 这三个点的关系 看一下你到底是需要 填充太阳穴还是全宫内推 第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你的B点是宽于C点 且C点又宽于A点 那么需要考虑的就是太阳穴填充 因为这种情况就是说明 你的头骨是大于面部 并且太阳穴小于全面宽度 那这样子填充太阳穴之后 不会从视觉上增加脸的面积 反而还会柔化全宫突出的问题 第二种情况就是 如果B点的宽度是小于C点 而且B点宽度于A点是几乎持平 且微微大于A点的话 那么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全宫内推 因为这种情况就说明 你的全宫宽度 远远是大于头骨宽度的 也就有所谓的 脸大于头 头部包脸的情况 且太阳穴区域并没有明显的凹陷 如果这个时候 错误的选择使用太阳穴填充 并非全宫内推的话 就会导致脸看起来格外的宽大 第三种情况 如果你的C点宽度大于A点和B点 而A点的宽度又远远小于B点 那么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全宫内推 加填充太阳穴 因为这种情况可以看出来 你的全宫已经明确大于面面的宽度了 但是太阳穴的最低点 又远远低于面面 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 所说的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页面的宽度大于全宫的宽度 大于太阳穴的最低点 再加上我们习梦瑶本身的下颌角 小且内收 她的面部骨骼结构 本身就属于小脸的顶子 因此做完填充之后 就很容易得到一个小且原唱的少女风脸型 总结来说 习梦瑶能够靠一个面部的脂肪填充 就有这么大的改善 和她本身的审美 还有医生的精确判断都是有关系的 毕竟娱乐圈里 很多明星都做了脂肪填充 认为她抛弃了高级脸 转战廉价的网红脸是非常不明智的 但是审美本来就是主观性的 所以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 追求自己喜欢的审美风格的权利 好了本期栏目就到这里了 想看哪个明星的分析 就留言私信我 想自己看脸也可以私信我 拜拜